大家好 我是吳仔 今天跟大家討論一些很值得討論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 之前我們要廣播 今天要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說說香港最近很多騙徒 自從中港通關之後 在網上媒體報導 都說到現在的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不知道各位網友出街有沒有遇過呢 沒有遇過要留意一下 無論男士的你 女士的你 都要留意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有內地同胞都出事 來到香港是不是被香港人騙 懷疑在香港遇到騙子 被人騙了幾個油 幾個油小事呢 內地朋友 內地男子在網上吐苦水 想著是不是很糟糕 你來到香港就專門騙我們內地人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 這位香港 在香港旅遊的內地男士 究竟他遇到什麼東西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記得訂閱頻道 每天有很多新的資訊帶給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 首先講這宗案件之前 其實大家都知道近期有很多古靈精怪事 自從這個通關之後 第一輪 第一波就是丐幫 有很多媒體 記者 就跑去直擊 這些丐幫突然湧現 由街頭行黑 你看到我們的警察 警察 都拉了好幾個 這些叫丐幫的組織 又說他拉二戶 撿到幾千元 非常厲害 香港人的善心是很多的 但是 可能現在多媒體吃爆 多人報導 他們就好像 馬上修煉一些 但是現在多了另一批人士過來找食 這一批什麼人士找食 就說 有一批 我相信在網上也看到 有一批 揹著名牌手袋 揹著名牌包包的 女士 男士 就說在街上問你 勾錢買東西 就說這些手法 其實可能很久之前出現過 他們有重點 重點就是 專欺一些人 那這些什麼人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直擊一下 因為有記者 在荃灣區偶遇 一些陌生女子 他們用標準的普通話 就說 搭散 可能見你英俊 有些美女突然殺過來 就說 可不可以買東西給我吃 這樣 喂 怎麼搞 現在的新款 這種 以前我們想 丐幫 就 玩雙殘 很可憐 希望你能夠 施捨 敏心 看到 有沒有斷手斷腳 比較 傷殘人士 有些在拉義壺 唱歌 總之 賣藝 你覺得算了 看他那麼慘 就給你一點錢 現在 轉型 我們不賣慘 我們賣羊 記者說他自己一個人 當時 有兩個 女子 這兩個女子 美不美 我不知道 可能戴著口罩 每個人都是口罩小姐 走過來 跟記者說 可不可以 給我一點錢 我吃飯 其實 不要說你記者 香港 全港九龍新界都有 全港九龍新界都有 不是只是某個地區 無論你東區也好 港島區也好 中區也好 九龍區也好 都出現到這些人士 他們不是連群結隊 又不是單支 通常都兩個 兩個女士 兩個女士有什麼特質呢 就這樣看 新光頸漂亮 沒有什麼的 不是骯髒 不是殘廢 不是雙殘 不是斷手斷腳 不是動拐張 不是踩著肺 那些叫做 板 板車 不是 正正常常 還要 記者說他 你過來問我 拔東西 你什麼叫LV 好多人 都發現到其中一個 非常之 特質 是類同 類同的 就不是他們那個 就是揹著名牌手袋 這一群揹著名牌手袋的女士 就專門在街上 就去找人 問人拿錢 就說 買東西吃的 記者就好像放蛇一樣放 就說在日前 試過在路德維附近的巴士站 就看到一個 穿著深色外套的長髮女子 目測 就說30歲左右 這個女子就說 這個女子 直接走過來 拿著手 拍一拍記者 用普通話就說 你好 可不可以 買點東西給我自己吃 記者心想你什麼事 賺錢走遠一點 於是就轉身離開 想不到 翌日晚上 記者又在全景圍天橋附近 又遇到另外兩名女子 一個穿著白色襯衫 黑色長褲 一個穿著 湖藍色的冷衣 黑色長褲 後者 穿著湖藍色的藍色 不要說湖藍色 那麼複雜 深藍色 的冷衣 這個女子 揹著 你厲害 這個記者 目測就可以估計得到接近兩皮野的LV手袋 其中一個 就走過去跟記者 可不可以買點東西給我吃 又是這樣 大哥 你揹著兩皮野手袋 拿去當作吃餐好的 那麼有錢走過來黑食 當然 記者拒絕 其實 說到 記者在這個之後 尾隨兩個人 就說 跟著他走 看著他 從剛才說的地方 走去沙咀道的方向 就發現到他們在短短時間 攔設了五六個市民 就在那裡拋水 拋這些錢 記者就說 有一個共通點 值得留意 他們這兩個女子 是專挑選一些 獨行的男性 是啊 真的非常之恐怖 這些女人 無論是阿菇也好 阿姐也好 大師拉也好 什麼都好 總之 見你男人一個人走 就不是你走過 好像去玩的 先生 需不吃按摩 現在不是 先生 有些錢來 好餓 直接 直接到黑都不黑 他現在不是黑 好心 福心 不是 拿錢來 吃東西 好餓 那麼直接 現在這樣 現在 就說到 其實不是說 只是記者都看到 因為有小紅書的人士 都說 好像這些 這樣的女士 在香港 現在遍地開花 很多人 用這些 不同的手段 在香港 黑食 說到 內地 很多人都來香港玩的 內地有個男子 厲害了 就懷疑在香港 遇到騙子 這些騙子 是不是又關乎這些女子 還是香港人 又懷疑我們內地同胞 一起直擊一下 這位內地客 真可憐 真是大鑊 這位在香港生活的 內地男子 在小紅書就說 標題就說 香港騙術引以為戒 他表示他日前 在香港遇到騙子 嗯 我一看就知道你這件事 哥仔 為什麼這樣說 男人一個 通常就是給女色迷 很可憐的啦 糟了 是不是仙人跳呀 真可憐 我們看看 他說他在 港鐵荃灣西站 又在荃灣 大家要留意一下 香港記者又是 在荃灣那裏 預祖服 這件事也要留意 這位內地男子 就在荃灣西站走出來 後面突然之間 有位 不知道什麼人 就用廣東話 叫你 阿嬌仔 於是 一聽到你叫英俊 我就不低頭 靈戰 挫挫劉華的樣子 看一看你 他於是就停下了 看一看 對方問你 整個劉華 就問你 是不是今時今日 這樣的服務態度 不是 就問你 懂不懂廣東話 咦 那你難道是香港人 問你懂不懂廣東話 好了 因為這位內地人士 同胞在香港 住過一段時間 他說 我聽 我懂 我懂得聽 我懂得聽 留意 他說我懂得聽 不懂得說 OK 好了 對方看見他 半鹹淡 即是他用半鹹淡的 廣東話 我懂得聽廣東話 這樣 我看見你 說話 咦咦咪咪地炮 不要緊 於是 對方就很聰明 建channel 我們建channel 然後就跟普通話說 然後這位男生 就說 拿巧了 拿巧了 你賺普通話 賺果魚 沒問題 好開心 他鄉如故之 是不是 這些才出事 我這經常都說 對吧 你不要以為大家 說同一個 nanguage 一個言語 似熟賣熟 懶得你暈 好了 這次 可能他用普通話 假裝內地客 可能是香港人來的 好了 這時候這位 內地男子 聽到這麼標準的普通話 立即 感覺到很大的親切感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老鄉見老鄉 兩眼淚汪汪 好了 就是觸動到 神經 觸動到 情緒 於是他就很細心 聽聽對方叫停他的原因 是不是真的我覺得我英俊 真的是不是覺得很像劉德華 這樣 聽他說話 這位樓主就說 竟然 一來 連門都不擺 竟然就跟他說 我新神尾請了 要打出 去機場 這樣 這麼直接了當 但這一招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香港的地列站 我見過很多 有些老人家也有 有些年輕人 有些 說什麼話也有 廣東話也有 普通話也有 走過來跟你說 可不可以給我錢 我沒有錢坐車 各樣各樣 這一招 很多年前 基本的 我覺得是騙徒基本功 你要騙你 最流行的 我沒有錢開飯 我沒有錢坐車 差幾元 香港也有 有些神人 我們有網上看過 有些神人 男女也有 專門在巴士站 招人 每人招2元 招10元 20元 招職益成球 真是聚沙可成塔 他真是富貴 很多人踢爆了 有些人就說 糟糕 我還好心 見他這麼可憐 褲子上心口 真是 見他 還沒問他 要不要送他回家 很多人都有 那種善心 這位內地的男生 於是就問對方 要多少錢 對方很快 三個 速報不要兩頭亡 嘩 於是這個男生 又好聽話 好我就不速報 不要兩頭亡 就立即給了三個水 對方 好 於是對方 拿了錢之後 急急走 只剩下這位內地的男生 就愚蠢蠢站在 他一路走回家 一路想 不對勁 他想起幾大疑點 第一件事 他跟我說普通話 他說他要借錢去機場 他有沒有說什麼時候還給我 死了 哎呀 死了愛心泛濫了 他真是 他說 老鄉見到老鄉 這個年頭 香港一元都沒有 你怎麼過世 是不是 他說 他覺得自己 被內地同胞 騙錢 他說 真是傻 他真是 被騙到自己有 很多網民就說 看到這條片 之後就說 這一招 舊時也有 他說不只是香港 他說十幾年前 在羅湖火車站 地鐵站 女人是專用這一招的 黃江口岸都有 很多朋友都說 被人蒙過了 有些人被騙過八個水 哇 他說你真是闊綽 笑這個男人 闊綽什麼 就是說你自己坐地鐵 你給錢人坐的士 又會這麼愚蠢 老鄉見老鄉 當然是運氣笨實 很多人就說 打聲十二分精神 你不要以為你只是騙香港人 總之在香港 遍地黃金 什麼都騙了 其實就這些事件 剛才我們也報導過 有很多 現在可能 因為方便 他們叫做 穿草 就算是走路 掩飾自己的身份 恆黑的 你一定是出現了一些情況 外觀一定是識別得到 例如剛才我說的雙殘 你一定有道具 你那些拐掌 儀壺 大字 寫大字報 又說賣身狀褲 很可憐 那些各樣 你有道具 你走路困難 但是現在不是 你看到那些女人 不要用女人來形容 那些女士女騙徒 背著名牌手袋 穿得身乾頸漂亮 你相信他有錢 剛剛真的不夠港幣 這些招數真的隨時騙到不少人 不過 香港人 其實某程度上 這一招不太好 因為我看到 上網上社交平台的人 就說 很多 一過來問他 招水 就馬上就走 不屌刺你也算數 有人說 都走了 很多人都 知道你弄了 你這些招數 大家都說 幾十年前 你還勇不過 看得到 有很多 可能 在疫情留下在香港 那些內地人士 內地的朋友 他們管不到香港 都會出現了內地同胞 騙我們內地人 自己有騙自己有 其實 某程度上 現在內地 廣州 在廣州 那些 丐幫 所謂的丐幫 都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 我不知是否 轉型過來香港 香港有記者 現在都被人 被人問價 可以拘捕錢 所以他們就這件事 去問警方 他說近期 同類型的案件 是不是有增加 警方就說暫時 沒有相關數據 不過 警方又提醒市民 如果類似 這樣的騙徒 遇到這樣的事情 就可以報警 這樣 不過 很多網民就說 你拘捕了幾百元 不如叫他 在布蘭街企中 不是吧 其實你很有趣 很多人 你不要說內地 鬼佬都有 有多少人 不知道為何會寫中文出來 然後又穿成結 就說現在要籌錢 來香港沒有錢 你沒有錢怎麼來香港 你怎麼買機票 很多東西都是 你來香港又會花錢 這麼有趣 是會有 可能一小撮 真的有遇到這些慘事 但是很多人 用這些所謂的慘事 就去賺錢 那你就會令香港人沒有善心 所以是 其實你回顧 在自由行 開放了自由 無奈 大量這些 丐幫 行黑人士 騙徒 來到香港 早期 很多香港人都被騙了 很多人都 懷著這個善心 其實香港人很有善心 你這麼慘 付錢 林鄭也給五九 是不是 轉頭了 九月九日發現都不對了 原來是有 集團式經營 或者他們是有 預謀的組織 這些騙徒犯罪分子 後來香港人開始冷淡 後來又碰瓷黨 各樣看得太多了 香港人開始對這些 愛理不理 所以有些人說 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冷淡 這件事都在某程度上有一個原因 所以 大家遇到近期 現在開始轉型了 他們轉型得很快 這件事 各位 朋友 在香港 無論你旅遊也好 無論你來住也好 來來玩也好 或者我們大家 在本身住的地方的人也好 要留意一下 不要想著突然殺了兩個美女過來 是不是給你三球水 都給我撿劑呢 你真的不要想 你不要想那麼多 回家被人撿劑 你就有了 那麼笨 識字頭手把刀 所以告訴大家 現在 騙徒手法 陳出不窮 這集時間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